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初选结束了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到底要来做什么 首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初选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基本上跟最终结果大概大差不差吧 除非有了一些比较竞争比较激烈的项目之外 剩下基本上大差不差 那我们先来说总统 那总统在加州共和党是封闭初选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注册成为共和党人 你如果要是说我是无党派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民主党人 是不可以投给这个共和党的总统 那么在这一次呢 加州共和党总统那没得说 就川普这基本上力压碾笛吗 那叫怎么说 就是独占凹头 对独占 这个成绩水平还不错 反正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悬念 那本来我们也知道 也的确就是这个情况 那目前为止呢 我们这个写稿截止的时候 共和党总统开票49% 那川普呢就占比了78.6% 那剩下呢 那个妮奇黑里占比17.9% 那民主党这边呢 其实我这次我真没研究什么 就是初选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都有谁 可是我今天一看 这个我实在是太惊讶 怎么还是他呀 拜登 又跟2020年到时候大概是一样的局面 就是又是拜登跟川普 那这次呢 民主党开票也是开了49% 那拜登在里面占比89.3% 嘿 你说他这支持率也挺高 不是这很厉害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竞选 然后他的支持率还89.3% 这个是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他的人是没有被民主党endorse的 那对呀 那民主党肯定也只是endorse一个啊 如果总统候选人 因为他 他是一个现任的嘛 其中一个就是川普的那个选举结果 我想讨论的就是 Nikki Haley有赢了一个州 对对对 Vermont Vermont这个州是开放式初选 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不是共和党都可以去投票 对对对 所以说在那个地方 Nikki Haley就赢了川普 你就不知道有多少的民主党只投给Mikki Haley了 因为他们太不喜欢川普了 所以就是有意对其他的人跑去投票 那这两个人呢 就是拜登跟川普啊 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党内 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就是这样的 这是已经大家都知道会得到的结果了 对 可是我还是 我不知道 我对于拜登这边 我不知道民主党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对 真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会觉得就是 民主党的人 你们觉得过得非常好吗 不是 或者是 因为民主党其实也有很多人 我觉得是可以把拜登换下去的吗 代替拜登 因为拜登真的就是做这些事情 没有 历史上应该没有一个就做的比他更差的 最起码有人失智还在上面吗 我觉得他就是历史第一人吧 对 失智大概是第一个 那做的比他差的总统其实有很多 然后都是民主党的 这个以后再发一起讲 就是美国史上最烂的总统 对 但是就是明显拜登他失智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或者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民主党人依旧推出这样一个总统 让我实在是不知道 就是你或许可以推出更多其他特别radical的人 或者怎么怎么样 很多个选项啊 我觉得不是说没有人了 还是有人可以代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还是拜登 那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加州参议员的席位 加州参议员席位呢 这次在加州这个人的选票上面 你可以看到要投两个 为什么投两个 一个是完整任期 另外是一个要接着之前去世的那个参议员 他没完成的任期 要把他的那个任期给完成 完成然后还有一个完整任期 所以这是有两个投票 那目前为止呢 这个完整任期开票开了48% 那这个Adam Schiff 民主党的哈 Adam Schiff 他呢获得这个百分比 他是33.2% 得到的票数是1247723 那另外一个紧随其后的这个共同党人呢 就是Steve Garvey 32.5% 得到的票是1220683 那现在这个开票只是开了48%吗 那会有之后 因为他们两个咬得太紧 会之后 Steve Garvey能超过他的这个概率也是相当大的 那除了这个完整任期之外的投票呢 这个参议员席位这个特殊选举 就是刚才说的 接下来没做完 那那个任期做 那开票开了是48% 那在这个上面 Steve Garvey 就是明显比Adam Schiff要高出来很多票 在这个上面 Steve Garvey 他获得的百分比是34.6% 那么他得到的票数是1317911 那Adam Schiff 得到的这个百分比是30.8% 他得到的票数是117万3917 也就是说在这个上面 Steve Garvey比Adam Schiff 多出了十几万票 哇十几万票 十五六万票 这还是个蛮不得了的事情 那这个大家看得会很高 很高兴 哇这个Steve Garvey赢了 然后还是怎样 但是各位要知道就是 Adam Schiff的票 就是民主党整个的票 是被分散的 是分散出来 分了好几个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两边都一样啦 共和党就有的他一个职位 可能很多人 一堆共和党一堆民主党 反正就是票分散 那在大选的时候 就这些票都会集中在 这个党派的候选人上面 因为到后来大家就是 按照党派去投票嘛 对那Steve Garvey的呢 就是跟之前讲过这个Eric Early 他们是把票分散的 Eric Early我没想到 他得的票比我想的要多多了 他十来万票耶 对对对 他得比我想象的表现的好很多 还是那个第五名大概左右吧 对但是这种人数 如果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 那这个Adam Schiff的票 还是会高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 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我们要鼓励很多的人出来去投票 尽管呢我对很多这个Steve Garvey 他的这个证件 我是很不同意的 但是现在就是被逼到这个事上了 就是没办法的 因为你对吧 一般来讲 你这个在初选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自由 就是你可以去选择 你比较同意的候选人 可是一旦进入到决赛 你你你投也得投 你不投也得投 就这俩人了 你说我不投他 我难道还能投Adam Schiff呢 那肯定不能了 是吧 所以就是要 呃 呀 就是 那千万不可以弃选 Steve Garvey要投 对对对 弃选还是不可以弃选 就是或许他有很多事情 你不支持 你不喜欢 不同意 呀 那就是他也好过那个Adam Schiff 那是肯定 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其他的席位 那因为整个这个 在加州里面 不管是联邦国会啊 或者是加州州议会 人太多 我们就不挨个跟大家报道了 不认识的人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认识的 还有在节目上有出现过的 这样一些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朋友啊 表现的是怎么样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加州联邦国会议员的席位 第17区 北加州 Anita Chen 她就是进入了大选 Anita Chen在北加州的朋友 应该都比较熟悉吧 如果要是 你有在LINE的群组里面 或者什么 大家都有看过她 那之后我们也会有 跟她录访谈的 这样的机会 所以Anita Chen 她进入了大选17区 那么呢 30区 30区 就是这个好莱坞这个区 虽然我不住好莱坞 我离那边也挺远的 可是我一想到这个区 我就上火 那之前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 我们有访问过 就是共和党 推出的 同性恋候选人 Alex Blackian 那他这次 就是顺利的 进入到了 30区的 这个大选里面 他位居第二 那我们的朋友呢 J. Emilio Martinez 他位居第六 没有进入大选 因为他们那个区 实在是太火了 那候选人好多好多 我说这朋友到底上哪去了 我往下翻翻 居然跑到第六名 不过也不 也不是说出乎意料了 知道说这个Alex Blackian 他会进去 因为这就是 共和党的一个agenda 他就是要在这个区 在好莱坞这个区 他就是要推出一个 同性恋的共和党人 然后给他钱 帮他promote 然后把他给推进去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这是让我也比较 伤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 过去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 就我们大家都非常依赖 Volterguide 就是投票指南 投票指南 那很多都是基督徒的机构出的 怎么怎么样 可是我去看 这些Volterguide 在我看到的 在我了解到的 没有一个 是没有endorse 这个Alex Blackian 尽管这个Alex Blackian 他就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 他不光参选 他老公还跑去参选 然后而且这个Alex Blackian 他在他的网站上面 也清楚的说明 他是支持堕胎的 所以 我不是很明白 就是 这些基督徒的机构 出来的Volterguide 为什么要去endorse他 就是 我想说 你可以在上面写说 他不是好的选择 但他是被 公共同党endorse的 但是这个人 他是支持堕胎 我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 就是他可以在网站上写明白 就是 公共同党endorse的 一个不好的人 但是有很多Volterguide 上面还给他画星星 什么画三个星星 四个星星 就感觉到 他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这个是不是很能理解 那当然也是 能够看到 就是说 或许他们是不知道 那也就是能看到 就是 不管是做Volterguide的网站 还是机构 怎么怎么样 他们也是有 没有办法了解到的地方了 他们也是有盲区了 他们也可能也是 听这个说 听那个说 然后也没有自己去好好看 因为的确是研究一个候选人 要花蛮多蛮多的时间 那你出一个Volterguide 这么多人 你咋一个个去研究 这个是非常大的工作量的问题 所以 可以理解 但是在这里 就是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住在的区 Volterguide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在之后 或者是什么 就是不要完全依赖他 因为他说的真的 蛮多地方都不准 之后我们会出一个影片 是来 让大家看 我是怎么样 去做这些选择的 然后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照着我的方式 来去做同样的选择 然后 下次 你可以看着你自己的选票 然后做出 对你来讲最正确的选择 而不是依赖很多Volterguide 很多人期待 AI News出一个Volterguide 对 但是我们只有三个人 而且我要写新闻 然后他要剪片 然后Persela要剪片 我们三个人 真的是没有一个 这么多的精力 去做一个Volterguide 这么多的选区 这么多的职位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 我们如果真的做出来了一个 也只是超其他Volterguide 就是说我真的建议 我们当基督徒的 我们当保守派的 我们真的要了解 自己在投票给谁 你有责任 你有义务 所以说你要去做这个事情 Volterguide 懒人包 的确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东西 你不用去想太多的东西 操作业 对对对 但是这是一个作弊 就跟你说的一样 这是操作业 然后我们要了解 我们投出来的票是投给谁 然后之后我们会出一个影片 看我是怎么样去做的 对 那三十一区 我们之前放过一个影片 采访过的 Pedro Antonio Casas 他呢 非常遗憾没能入选 这个我是有点惊讶的 我是有点惊讶的 因为他这个区呢 有两个共和党人 那另外一个共和党人呢 Last name叫Martinez 怎么这么多龙 Daniel Martinez Daniel Martinez 对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背后有个基本上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Daniel Martinez呢 他是这个Pedro Casas的竞选经理 啥意思 就是竞选经理 跟他去选同一个职位 然后把他打败了 那么这个竞选经理呢 就是据说了 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他 但是据说就是他并不是说对自己生活非常负责的一个人 甚至是他连自己的房租都没有办法付得起 尽管他是一个律师 但是呀 就是他在节制的方面大概有一点问题等等等等之类的 不知道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遗憾 Pedro没有进去 他就是第三名 那他这个竞选经理 变成了他的对手 然后上去了 变成了第二名 要进到决赛里面去 有点难过 这个选区是非常非常特别 非常非常奇怪的 因为Pedro Casas是被共和党的人 endorse的 但是他却没有进去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说你去看各大voter guide的话 大家是endorsePedro Casas的 哦对啊 对 然后但是这一次的共和党的人 全部都投票给了这个Daniel Martinez 是他可以在这个选区做了什么事情 他认识了什么样的人 可以导致这个样子的一个翻转 没有这些人没有听共和党的这些voter guide 还有endorsement 然后选择了这个Daniel Martinez 他做了什么事情 是值得每一个候选人跟我们去学习的 他是怎么样跳出这个体制外的这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更奇怪的一点是什么 因为这个Pedro Casas是在你的选区嘛 31区 那么在我们没认识他之前 我们有去调查过 因为你要投票嘛 对不对 选票来了 说有两个共和党人 那你到底要投谁呢 这个Daniel Martinez 他是连网站都没有的 他连自己的竞选网站都没有 我本来想说 两个人我要好好调查一下嘛 可是我就发现那个Daniel Martinez 我没有办法得到他的什么讯息 因为他连竞选网站都没有 他后来有 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 但是那个我就想说 啊 因为你选票都拿到手里了 然后这个人还没有竞选网站 我就觉得说 OK 他没有想要好好的竞选 就他 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干什么 你要选国会议员 选票选民已经拿到了 跑到网去查你 结果你在网上没有自己的竞选网站 那么这个对我来讲 当时我就觉得说 那我这个人是一个 没有想要这个职位 然后或者是 是别人给他钱 让他去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说 就是他没有想要好好的去竞选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不负责任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 在两个共和党里面 我大概就是很清楚的 我就可以说 那就是Padro 尽管那个时候 我们还不认识他 我想说 但是这个人最起码 他是负责任的 然后你看他网站上面 写的都很清楚 什么是什么 就是你有看到他 有花心思 有花钱 就好好的去做一个网站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后来我们认识他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那个Daniel Martinez 是他原来的竞选经历 然后就感觉这个事情 变得更抓 对 那接下来 35区 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 Michael Gale 他就进入了大选 这个无庸置疑 那么38区 也是我们更熟悉的朋友 Eric Ching 秦振国 也顺利的进入了大选 那第40区 这个我们私下不认识 但是我们住在这边的人 大家都认识 Young Kim 进入大选 那45区 Michelle Steele 进入大选 那Michael Gale 跟秦振国 这两个地方 我想要加几个字 OK Mike Cargill这个地方 非常有机会 翻盘 他的这个选举的 这个数字出来 他跟上一个 是非常近 他如果加上 另外一个共和党的 这个人的选票的话 是可以翻盘的 所以这个区域的人 你们真的出去 帮Mike Cargill 真的是多走几步路 很有可能翻转 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 那Eric Chin 秦振国的这个选区 我们可以看到 他跟Linda Sanchez 插了大概一万多票 然后呢 底下是有另外两个共和党的人 在这个地方 分他的票的 所以说 大家真的 要加油 真的是帮Eric出去 走路 然后去敲门 告诉你身边的人 他这一次 非常需要你的帮忙 Linda Sanchez 是一个贪污的人 他拿着竞选基金 还有你的纳税金 出去跟他的老公 然后去那什么 那个 去墨西哥旅游 买东西 全部都是你的纳税金 在去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他老公还被关了 然后现在有一个诉讼案 在他的身上 所以这一次在这个 38区这个地方 大家真的要出去 帮秦政国 Eric Chin 好好的走路 好好的拉票 告诉所有的人 不只是华人而已 遇到人就说 Do you know Eric Chin He is running He is really good Linda Sanchez She is 我刚刚讲的东西 自己再repeat一下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38区这个地方 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 我们真的是 非常的需要 秦政国 进到我们的国会里面 38区其实是包含了 蛮大一部分的华人区 像是住在湾南 或者是Diamond Bar 或者是什么 就是这一片 东边的华人区的朋友 你在你这次初选 如果你有投票 你会看到说 你这里的代表 上面有秦政国的这个名字 如果你是住在这个区域的 或者是你是认识你的 什么墨西哥的朋友 还什么其他朋友 住在这个区域 如果你们需要任何插牌的 那个广告牌 如果你家住在路边 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 你前面有地方 可以插那个牌子 你可以联络我们 你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你可以在下面 跟我们留言 等等等等 你可以来我们这里 去拿他那个牌子 不管怎么样 有牌子 有banner 或者什么什么的 都可以 或者是接下来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可能就要赶快抓紧 准备11月大选的东西 所以不管是说筹办活动 你是有场地 你有任何的赞助 或者你有什么 等等等等 欢迎随时联络我们 让我们知道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加州议会 加州议会呢 这次这个参选参议员的 这个我们就认识一个 就是参议院的第25区 就是Elizabeth Wong-Ellers 黄美兰 那他就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里面 那加州的州议会众议员 接下来是众议员 23区 我们有之前采访过的 Alan Marson 就是那个会讲中文的老外 那他呢 很遗憾 没能入选 那这个选区呀 到了大选的时候 这我跟你讲 这就难投票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排在第一位 第二位 就是两个民主党人 那加州议会呢 41区 这个代表Michelle Martinez 他进入了决赛 虽然我们没有在节目上面 访问过他 但是我们也就是 私下里面 跟他认识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也是蛮久的 他算是我们接触 最多的候选人的这一次 只是我们还没有访问他 对啊 对啊 就是我们没有访问他 因为他是后来 在决定说要参选的嘛 那之前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不是一个竞选者 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他这一次 也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 那还有呢 就是56区 Jessica Martinez 他也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里面 还有64区的Raul Ortiz 进入到了决赛里面 就一条 这些人的话感觉 嗯 对好久不见 好久 还好 还好 那不像我们见面这么频繁的 但是我们出去到场合里面都会碰到他们 对然后各位如果说对他们证件有兴趣 然后对他们的这个有兴趣的话 我们的以前的影片里面都有 访问过这些候选人 像说Jessica Martinez 还有Raul Ortiz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住在他们那一区的话 请你帮他们拉票 帮他们去走路 走在大街上 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Raul Ortiz是一个牧师 他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非常有勇气 他而且他做很多事情 他是非常负责的 上一次我们选举的结束的时候 他到大家都已经在那个party的那个地方 在算票了 然后他还在去去接人到投票所再去投票 对 那天还下着雨 我们三个在那一人吃了俩汉堡 然后吃完汉堡了很久之后 那他下着雨然后才来嘛 然后身上又湿了 结果他去那个送人家去投票所 投票什么什么的 对那这一次真的是要感谢大家 在帮Elizabeth Eilert 黄美兰拉票 他真的是非常 大家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他这一次在那个选区 拿到了第一名 对对对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是动员了非常多的教会 还有非常多的人 出来去帮他竞选 那他的竞选精力也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非常的给力 那这一次 虽然他第一名 但是各位要知道 底下是有另外四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一共五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在分那一局 他们这五个人加起来的话 还是会超过Elizabeth的票 你住那一区的 你这一次要去 你这一次有投票的人 投给那个Elizabeth的 请你告诉更多的人 他需要你的帮忙 初选他有五个对手 然后他赢了 他很棒 然后他第一名 但是这一次 他是变成一个对手 然后那个地方 还是深蓝的区 如果说他们集中票数的话 Elizabeth还是没有办法 进入到我们的州议会里面 所以这一次 也还是一样 请大家出去 然后帮忙拉票 然后宣传他的名字 把他的照片名字 影片各方面 散播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 那我这一次 我也很高兴 就是那个 在他那个选区里面 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之前让我感觉到 非常担心 非常concern的 就是那个饶颖帆 Evan Yu 他这次落选了 他不会进入到 那个大选里面 所以这一次 进入到大选的 也我看应该是 一个西语役吧 一个西语役 然后跟Elizabeth 所以这是他们两个 中间的一个对决 这个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是蛮欣慰的 一个结果 对那个姚颖帆 Evan Yu 他我最近看到他的 那个广告 我也是我最近看到 他很多广告 然后我想说 天呐 这个他到处 花应该花蛮多钱 然后认识蛮多人 拜托很多人去 帮他打这样的广告 我本来还是说很担心 结果他说 他其实票差蛮多的 对我真的是受不了 他在上面讲的东西 现在你在外面 你看到很多 民主党的这个广告 他上面 不会写说什么 Progressive 然后什么什么东西 他会说 Moderate Democrat 中间的温和派的民主党 我请各位告诉各位 没有这回事 民主党 全部都是极端的变态 全部都是想要堕胎 全部都是想要同婚 全部都是乱 姚颖帆也是这个样子 尽管他自称是基督徒 对 没有所谓的温和派 中间派的民主党 就是他温和 他是温和在哪呢 不知道 我想对就是我 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说这些自称是温和的 或者中间派的民主党人 就是你温和在哪 就是你的agenda跟 他们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你到底哪里温和 是你讲话声音比较小 还是就这算吗 那我呢我就在想 我看完这些我想说 哎呀是不是我们认识的朋友 我都有看的 因为你知道就是各种场合 然后又认识很多人 然后我们有时候interview 什么什么人 我想说我不要落下任何一个人 还有没有我们认识的人 然后也跑去参选的 我就突然想到对啊 有个人叫Jordan Henry 如果大家要有印象的话 蛮多人都还挺喜欢他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 记得我们有跟他录过节目 Jordan Henry 他这一次是要竞选 Glendale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就是Glendale联合学区 他是要去选那个校董会的 所以我就上网了 赶快去查了一下说 他这个怎么样了 结果我就发现说 他这个呢位列第二啊 在他这个上面 然后我看另外一个名字 好像是一位台湾朋友 就是跟他竞选的这个人 这个人叫Telly Xie 可能是他这个last name 可能是Xie吧 Telly Xie吧 那他呢 获得的票的占比是52.72% 那这个第二名就是Jordan Henry Jordan Henry Jordan Henry呢 得票就是37.5% 哎 我想说也不错 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大学里面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还可以博一博 Yeah Jordan Henry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 他这个人非常的聪明 他很聪明 真的很聪明 然后他对于现在的 现在实施的了解 我觉得他在学区里面 还有点就是大财小用的感觉 那他现在属于社区名人呢 人家那个肖董会每次去他啪啪做好几个大板子他就去了 那个肖董会谁谁谁他都认识 谁怎么贪污的 谁干啥干啥了 他是属于社区名人了 我觉得 那如果说你住Glendale的话 如果你住在这个Pasadina的附近的话 请你去帮他拿票 因为他Glendale是一个原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学区 大家在那个地方都反对 左派他们这样子侵蚀 因为那边住很多Armenian 然后但是好莱坞那个地方 从Burbank来的那些好莱坞啊 那些东西的这个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那离太近了 对 然后一堆的人就是在那个地方被影响 然后现在Blendale也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 请大家真的是帮这个Jordan Henry去拉票 然后保护我们的公立学校 大家请去帮Jordan Henry去走走路 然后呢去支持他 嗯是 这个学区的选举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说要保护自己孩子 像你讲的时候我们要在家教育等等的 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些公立学校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以后跟他们还是要在一起接触的 这些人长大之后他还是要到社会上面 他们也会去参选Congress 他们也会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面 他们都会参与进来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上面 整个风气整个环境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也怜悯这些孩子 就是我们真的不希望任何一个小孩 本来在他应该很单纯 然后上学的年纪里面 结果在学校受到这样的霸凌 或者是这种 真的真的就是对他们思想的这样一种 一种污染 这是很可怕 这是我们之前大概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怜悯这些孩子 然后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将来长大之后 也是在社会上面可以做光作严 所以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 我们当然是希望去拯救他们 然后避免让他们被荼毒太多 真的是很难过的 那长大了之后很多 你说这个心理疾病越来越多 精神状况不好越来越多 其实都是跟这些东西很有关系的 那除了这个候选人之外呢 大家这次在加州的人也投票 投Prop1 Proposition1 那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有专门对这个Proposition1有过分析 那Proposition1完全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你会看到最近有很多很多的广告在选举之前突然就密集起来 都是Gavin Newsom 还是我们纽森大帅哥州长是吧 那个上到YouTube上面跟大家讲说 这个我们一定要通过 你看我们的军人多么多么辛苦 反正就是鼓励大家说大家必须要去投Proposition1 可是有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或者是有自己去看过这个法案的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千万千万千万不能投 那么在截稿的时候呢 Proposition1开票49% 投yes占了50.2% 投no占了49.8% 咬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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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近 而且它翻盘的概率 你还别说挺大的 你很难讲 现在开票只有49% 现在只差这么一点点 0.4% 真的差的差距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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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所以我们祷告希望他可以快快的翻盘 这个真的是太邪恶了 而且这样的一个yes跟no中间的这样一个对比啊 就是差距 让我想到当时我们recall Gavin Newsom的时候 他真的马上就要下来了 到最后就是开票就差那么一点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整场来讲 虽然中间有一些选 有一些选举啦 有些会让我感觉稍微有点失望或者怎么样 但是还是能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嘛 可是接下来这个就是让我最不能够理解 我我我真的 我大脑CPU都要烧了 我最不能够理解 我也最不能够接受 就是洛杉矶县检察官的投票 大家都知道洛杉矶现在变得多可怕 你有多久没去过洛杉矶市中心了 谁还敢去啊 我刚来的时候 大家都还说洛杉矶市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的 就是因为那边你都要投票 然后离韩国承受进 就大家可以去溜溜玩 去玩一玩怎么怎么样的 都是有些地方可以去的 可是现在洛杉矶市中心变成什么样子 洛杉矶县的安全已经变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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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打打响随便什么什么都糟糕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出在洛杉矶县的检察官的身上 他的身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他是被George Soros花钱放进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非常糟糕 但是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一次这么多候选人里面 第一名居然还是George Gascon 他得到了174822票 占比21% 那么之前我们访问过非常棒的 一辈子惊艳的大法官 公正裁决的大法官 David Milton 很多人看完之后很喜欢他的 就说哇这个法官真好啊 有的人都说我不住在加州 我希望我要住在加州 我要住洛杉矶县 我都投他一票我太棒了 但是我们这么棒的一个大法官 他排名排到多少呢 他居然排到第九名 第九名 真是让人不能够理解 他是这一次选举里面的唯一的共和党人 其他的全部都是民主党 而且其他的那些人里面还有两个人 是本来是共和党 然后为了说哎我我要投票对吧 我要拿到更多人的票 所以我就是临时换个党派 两个人是从共和党换到民主党的 那两个人排名蛮靠前的 好像一个排第二一个排第三 没错 这两个人分别是 Nathan Hodgman 跟Jonathan Hatami 对这两个人都是换党派的 从共和党换到了民主党 这两个人都比George Gascon 好非常非常的多 好多少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还没有interview这两个人 我们有这个Jonathan Hatami的这个联络方式 我们之后 对我们之后或许会去访问他 他们两个人的票加起来 是可以超过George Gascon的 所以说各位 呃 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是 Nathan Hodgman会这个当选 对 那如果说这个Nathan Hodgman 进入到这个决赛的话 嗯 那就请各位要投他了 我们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把George Gascon拉下来 George Gascon真的太糟糕了 我不知道 OK 这边这个数字是各十百千万 OK 十七万四千八百二十二个人 就是十七万四千八百二十二个弱智在这个地方 他们希望你打砸枪 希望这些犯罪都是无罪的 然后呢 无法理解 对对对对 所以请各位告诉各位 千万不要再被George Soros牵着鼻子走 如果你想要救洛杉矶的话 首先先从这个开始 嗯 不能再让这个George Gascon上去 那这个Nathan Hodgman上去了之后 他会不会被索罗斯收买 因为他也是个民主党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知道 目前George Gascon It's gotta go 对 所以呢 我是希望啊 因为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就是 参选的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多 一共大概有十二三个人吧 这样的 参选人数非常非常多 那也就是说 除了George Gascon之外 如果其他票全都合起来 投给Nathan Hodgman 赢定了 大赢啊 所以这这也是一个盼望之一 那我们真的 诚心的希望这个Nathan Hodgman 是一个比George Gascon要好的人 哪怕好一点点我们也赢了 对 但是George Gascon 希望不高 叮叮叮叮叮 对 但是George Gascon 因为他已经做了几年 大家真的都知道 他把究竟是要祸祸祸完 然后他又来祸祸祸洛杉矶 他反走过之地啊 寸草不成啊 所以这个人真的是 必须必须要赶快下去 虽然Nathan Hodgman 我们对他了解不多 但是希望我们之后 有机会可以把他 请到节目里面来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看看他这个人 讲话什么 到底是怎么样 那希望他得到了 如果其他票全部都归给他的话 在大选里面 那他胜率是非常非常高 因为其他的人 既然已经投了那么多的候选人 他们都不要投George Gascon 那就证明其他人 都认为George Gascon 是非常坏的 尽管他得到了17万多票 还是有17万多的人支持他 不过没关系 有更多的人 是认为他是邪恶的 所以先把他给搞下去 然后我们之后再来看这个 豪士曼是如何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 大概看了这个投票结果 之后跟大家有的一点分享 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要 这个心态 我觉得大概要改变一下 因为初选结束了嘛 对 那个心中那个自由飞翔的小鸟 偶尔先给他往龙里关一关 为什么 因为自由投票时间已经过去了 就是在以前 在众多的候选人里面 因为初选自由度比较大嘛 你还可以说 投一投说 哎我觉得这个人挺好 我我愿意把票投给他 可是现在接下来 就是一个非常残忍的 一个现实的状况 就是你没有办法 按照你的喜好再去投票了嘛 因为我们被逼到墙角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现在就是一个职位 两个候选人 那接下来基本上 就是按照党派来投票了 就是你不可能投给民主党人吧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是只能投给那个共和党人 或许这个共和党人 没有办法和你的心意 对不对 比如说他有很多 我也不是很同意 可是被逼到墙角了嘛 没办法了 你这个时候也只能够按照党派投票了 就是要在两个不怎么样的候选人当中 选出来那一个稍微好一点的 那么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那个坏的上台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接下来可就真是要打仗了 然后这个仗要怎么打 然后我们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我们都可以有一些 不光是计划 就是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前车之鉴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或者等等等等 或者这次要下一个决心就是 我觉得我上一次在选举的时候 我做到怎么样 我这次要做到更好等等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的是 我们需要做什么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叫人出来投票 鼓励人出来投票 亲自投票 我们不要再用邮寄选票亲自投票 对各位可以发现 就是投票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很多的共和党的人 很多的基督徒觉得说 啊我不想要去参加这个东西 躺着一滩混水 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干我什么事 我告诉你圣经是在说 你有义务要去选出你的王出来的 你有义务要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摩西律法里面是跟你说 你要选择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人出来做你们的王的 所以说我们有义务要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这次的选举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觉得说 很棒耶 我们绝大多数我们的支持的人都有上去 都有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就是你真的要出来帮他们拉票的时候 all in 对 之前的话你是说 哎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这个啊这个人比较可以代表我 有没有还有的选 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不是了 现在呢的话 你就是要把价值观先放在一边 现在就是定狗仔输赢的时候了 你的敌人是民主党 是super majority 是他们想过什么就过什么 他们的检察官不起诉任何的人 他们做的是各式各样很恶心的法律 来掌控你夺取你的持枪权 洗脑你的小孩 掩割你的小孩 掩割你的小孩 在你的小孩那个这个学校的附近 做这个堕胎诊所 然后发堕胎药 你的图书馆还有各个公共场合里面 那个gender neutral的那个bathroom 让你的女儿在里面跟男生一起上厕所 然后让weespa里面的有这个变性人可以进去露个鸟 给你女儿看 就难了 对不要让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你要走出去 投票率只有20%到30%而已 也就表示说70%的加州的人 没有出来投票 里面有多少人是基督徒 我们不知道 里面有多少的人是就是不想投票 有多少人是老到在家里没办法去投票了 你要去找这些人 叫他们出来投票 让他们出来投票 告诉他们这些是关于到他们的生活 关于到他们未来的生活模式 关于到他们的税金 关于到他们未来路平不平啊之类的 还有他家的那个Mall会不会被抢 你住Arcadia的话Arcadia Mall被抢很多次 对不对 出去告诉大家去投给Elizabeth 不要再去投给什么那个现在在做那些人了 嗯 所以这东西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然后请大家一定要走出去 然后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什么时候做炎做光 现在就是你做炎做光的时候 嗯 那这次呢也听说啊 很多人真的是去帮助那些没有办法投票的老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好像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人真的意识到问题很糟糕 反而是稍微年轻一点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学生 就类似于像我们这个年纪大家都在什么拼事业呀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好像就很多重点没有放在这个上面 所以导致于说他们的爸爸妈妈很关心想要说投票没人帮助 为什么因为孩子根本就不在意 孩子也不想要去帮助他 哎我没时间呢 我今天要开会明天要去那没有时间 所以这次的确有很多人去帮助这些没有办法投票的老人 很多老人说我想要投票怎么办我不会 我也没有注册选民我也没有什么什么 他们就去开车接他们带他们去投票投票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就是真的是要动员了 这些有身份的美国公民告诉他们一定一定要去投票 为什么有很多人对自己来讲他们好像觉得无所谓 可是你一讲到说你们的孩子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好 不管他的教育方式是对还是不对 大家都希望说我希望我的小孩未来就是在我没了之后 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继续过得很好 可以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区里面 包括走现在走线来的很多人也是 他们都说我为了小孩的未来吗 我觉得那个中国的未来不好 我觉得美国未来很好 所以我要把小孩放在里面 大家都很照顾自己的小孩 可是你要从哪一种方式去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从你现在投票开始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就你现在我们都看到我们的治安已经这么差 然后所有的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到这样的程度 真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死了之后 如果我们都不管 我们这一代人死了之后 美国会变成什么样 美国还在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扇码 大家都觉得好不容易移民到这里 美国非常棒 美国非常好 保持让他变得很好 甚至让他变得更好 而不是说糟蹋这样一个地方 你糟蹋完了糟蹋完了 我们这一代人真的 就我们死了之后 给他们留下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要考虑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动员 其他人投票的一个原因 告诉他们说我们投票不是为了造成分裂 什么你是民主党人 所以我就讨厌你 你是共同的 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我们有个共同利益在这里 你不用了解更多什么 或许价值观你不懂 这你不懂那不懂 最起码有一个基本利益 你是要有的吧 你要吃饭吧 你要睡觉吧 你要有个好的地方住吧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你跟他们讲 他们是可以听得明白的 所以鼓励他们 不管是年轻人老人 不管他们现在生活的重心在哪里 是在赚钱什么 告诉他们 说我们要给我们的后代 我们要给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 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可以让他们在这里生活 让他们明白 让他们知道 鼓励他们去投票 那接下来如果说他们 没有注册选民 他们从来没有投过票的话 帮助他们 注册选民非常非常的简单 之前我也有帮一些朋友 注册选民 你上个网站 没有五分钟就弄好了 你只要要一些你的资讯 非常快就可以弄好 那么到了大选的时候 大家就辛苦一点 可能要去接一些人 送一些人 这样去开车 带他们去那里投票 但是我相信 我们付出的这些 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而且当他们偷完票了之后 有个朋友 今年刚成为公民 第一次投票 我在初选里面 投票的时候 我说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太棒了 知道吗 非常非常激怒的感觉 因为如果说 对于你来讲说 以前你所在的地方 是没有投票这种机制的 或者是你没有任何机会 可以发生的 你没有办法说 我支持或者我反对 就是这些事 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一辈子生活在那个地方 你突然现在有了投票权 你说不管我投这事 我成就没成就 我发生了 我发生了 这是一个很 让人感觉说 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吗 就说不管怎样 我说了 我同意我不同意 我喜欢我不喜欢 这个事我说了 所以这是让人感觉到一个 非常全新的一个体验 所以很很兴奋 说投完票怎么样 我感觉太棒了 对 那还有一个 就是说 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所有支持这些很棒的候选人 刚才我讲了说 有一些选区或者有一些职位 我们是被逼到前场 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选他也得选 你不选他也得选 对吧 因为为了避免能够更坏的上去 那当然是有那样的一个选项 可是要知道 进到决赛里面的是有很多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候选人 他们很爱我们的国家 很爱我们的社区 他们很爱神 然后他们行事为人非常棒 超级棒 而这些人 你或许不要把他们当成政治融派 如果他们真的在你的生活中 你也非常愿意跟他们做朋友 你也希望有这样一个人可以住在你们家黎社 因为你觉得说 这样的人是很reliable的朋友 你可以信任他 所以这样的人 我们必须必须要all in 就是完全去支持他们 那怎么去支持他们 有点非常重要 捐款 我们都知道竞选 要花的钱太多了 而且这个钱真的就是一下就这样 就不见了 就花出去了 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竞选有几种手段 你就是要打广告嘛 因为不管咋样 你最起码你得让人先认识你 对不对今天Eton要参选了 我们就在说 Eton特别好啊 Eton特别好啊 Eton很棒 投Eton一票 你得让人知道他嘛 你得让人知道说 有Eton这样一个人 大家知道说 他要这样人 那我来 那我再接着深入了解说 我看看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我要不要把票投给他 所以首先是要提高他们的知名度 就是让人知道说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而且他很好 那怎么要让人知道他存在呢 打广告嘛 广告费用太高了 很多就像我们都看不太起的那种投广告的方式 就是一般你会感觉没太有效果 是吧寄一封信到你家 或者是丢个什么东西在你家门口 寄一封信到你的信箱里 你一打开 你说好多叶子 什么呀 你就给丢到拉鞋桶里 就是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要是把你的一个选区 每家每户都收到这样的信的话 就是这样一封没有人看 直接丢到拉鞋桶里的信 一下要花掉10万美元 就是这么贵 所以我们看到民主党人 为什么你会看到说 在youtube上面很多民主党人 啪啪啪啪 那个广告就开始出来 你看那个youtube 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太有钱了 他们找人去拍摄制作广告 这个费用还是小的费用 就是投放 投放的区域有多少 然后频率有多少 这是非常非常贵 所以如果说你有认识到 对现状很有负担 老板或者是做生意的人 或者就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这样的人 介绍他们给你支持的候选人认识 你中间可以连个线打个桥 让他们可以有这种方式 可以为他们卷助 不管是多是少 他们愿意不愿意 最想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就是说我有这样一个人在这里 然后需要你的帮忙 大老板请你看看 你愿不愿意去帮助他 那不光是大老板像我这样的平均老百姓 是不是捐个10块20块的 你如果没什么钱 根据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情况 去做一个决定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选举法 对候选人本身有规定 就是哪怕这个候选人 他自己是挺有钱的 他自己不能放超过多少钱 就像之前我们访问那个David Milton 他呼吁说大家捐款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他只能放10万进去 他只能放10万 这个就是法律的规定 就是你自己猜猜 你只能放10万 那10万就像假的 一下就没了 马上就不见了 所以不管是说硬宣传的flyer还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钱 那当然有了钱 也需要有volunteer 志愿者 去帮忙 比如说那个插牌子 或者是你们家住在什么街区街边 怎么办 你那个牌子可以往那一插 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看了 我也是我开车就看看说 这是插了一堆牌子 这都谁谁谁谁谁呀 你看了最起码还有个打个面熟的感觉 说我见过这个名字等等等等 所以接下来不是说乱枪打鸟的时候 而是说目标要非常清晰 要有行动的时候 最主要的就是教育更多的人 然后让他们认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这些东西他们要负责的 我们的社区我们未来要负责 我们不是说OK 投票投出来了 共和党就好了 我们真的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们的选票是有意义的 而且绝对不能气馁 对 我们可以看到 一定会有很多人跟你讲说 加州完蛋了 加州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的意义 Mark Twain也说 如果投票有用的话 他不会让我们去投票的 这样子的想法 会有很多的人告诉你 有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都会跟你讲 但是我们不能被 这个样子的东西打倒 我们要有勇气的 有信心的 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神可以带着 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么多的神迹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神 我们要跟神一起同工 一起祷告 我们要翻转时代的价值观 我们要在加州得到胜利 我们要在美国得到胜利 加州是毒害全世界 最可怕的一个中心 我们有洛杉矶 我们有旧金山 如果我们可以翻转 这两个地方的话 我们神的价值观 可以飞到全世界 但是就是这两个地方 我住的地方 还有各位北家的观众 我们有义务要打败 驱逐我们这块地的敌人 最主要是我们要知道 This is a spiritual battlefield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战争 然后我们要靠着神 然后让神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力量多走一天的路 给我们力量去多发一个传单 让我们有勇气把牌子 插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 很多人不敢插的 很多人说 我玻璃被砸怎么办 对就是我插的就代表 我是不是极端 因为这个人好像很敢讲 然后我插的代表 对 那个黄美兰 看他说话小小声 文文柔柔的 对啊他反对同婚 这个怎样 我朋友都支持同婚的话 那我怎么办 你是基督徒 你有义务 就跟Felicia那天分享那个经文一样 啊他说这个 for this world is not our permanent hom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home yet to come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不是我们的家 然后呢天国才是我们家 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 这个道理不是让我们可以软弱的说 啊这一张东西我们都不用管 就等着死那天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西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这边说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们怎样 我们要有这个样子的勇气 跟神一起去争战 the battle belong to the lord 这争战属于神的 我们是他的精兵 我们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家族很可怕 一片蓝 好可怕啊怎么办 我们不可以害怕 只有在我们不害怕 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才不会害怕 我们要当勇气的象征 我们要当勇气的榜样 我们在这个选举里面 要做炎做光 然后做给这个世人看 我们当基督徒不害怕 就算在这么懒 这么邪恶 到处都是drag queen的地方 我们也都一点都不害怕 而且其实呢 很多事情真的在神的手里面 非常非常的简单 真的会变非常非常的简单 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 这种battle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的征战的时候 你在选举季里面 你基本上可以听到 每一个候选人 他们都会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大卫和格利亚 每一个人都会举这个例子 然后我有的时候甚至听多了 我都觉得说 哎呀你还有没有别的例子 为什么每个人都说大卫和格利亚 但是大卫和格利亚 这个战役 实在是赢得太轻松了 而这些赢得让人太不可思议了 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跟一个大巨人 然后你拿一个石头 你就可以把他打死吗 而且还是五个 你手里就五个石头 你连那个格利亚 还有他那个兄弟几个啪啪啪啪 就全部都打死 就是你会觉得说在人 或者是在地球上 这样的概率是不可能的 你就是约等于零吧 你都不用想别的了 你还看他 你算了 你直接投降算了 可是真的在神那里讲说 不需要 而且神把这样一个 就是大家广为流传的 这样一个故事 甚至是每一个人 到了选举季 都会一直不断重复的 这样一个故事 摆在我们面前就说 这不是故事 你们要相信 就是这样一颗小石头 可以把人打死 所以 大家也之前都看过一个视频吧 就是在土耳其的议会里面 有个人他就是 仲骂以色列 马上倒地上就死了 哇你这种事 谁谁能干什么 你很多时候会觉得说 太奇怪了吧 真的可能吗 就这么可能啊 就这么奇怪啊 所以让我们真的是 不要浇灭我们心中的 这样一个期盼 还有这样一个盼望 这是一个非常 让人感觉到exciting 就是你会感觉 有非常无限大的 这样一个期待 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 因为我们要看到说 哦神真的要开始 有这样的神迹 让我们亲眼看到 然后每个人都会 对他非常的欢喜缺悦 然后还有 不要觉得别人会来救你 不要靠人来救你 不要觉得 川普当选的就好 川普怎样会来救我们 美军会讲 Q会怎样 这种东西不要再信了 要跟自己说 你要跟神一起做 你要跟神一起同工 你要的是神的帮忙 神要你来拯救这个城市 神要你来拯救这个州 神要你来拯救这个国家 你要跟神一起工作 一起同工 不是等别人来救你 你不是软弱的 你不是一个在底下 被打压的一个基督徒 你有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觉得说 什么啊 我们就是在那个 启示录里面 然后在那个阴间里面 就说 哎呀你什么时候帮我升约了 那种人 不是 你是战士 你是基督徒 你要跟基督一起奋战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往前走 这个这次的选战 没什么 我们一定会 在属灵上面 我们一定要得胜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这节目 大家这两天这个初选 累坏了 忙活了好几天 忙活了好一阵子 累坏了 所以现在终于可以 上网赶快看一看这些结果 你看完了之后 你觉得怎么样 或者你有没有对哪一个结果 觉得有点抱不平 就是哎呀 这怎么这么坏的人 这还上去啊等等等等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或者是你有没有对接下来的选战 就是因为接下来真正就要打仗了 在11月份之前 所有的这段时间 你有什么规划吗 或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就是哎我们可以快快的把 什么候选人在某一个区域快快推出去 让大家知道 如果你有的话都欢迎让我们知道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给我们发邮件 如果说你也愿意在接下来的大选里面 那一起参与起来 跟我们一起在Local做义工 也欢迎联络 让我们知道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